在水肌里拔除了泵的两条喉 这是这个位置 这条约的灰色喉要拔出 一条是白色,一条是灰色 这两条我们都称之为下喉水 不是那两条可以咬的喉 要先拔出来 另外当然第一件事 要关掉这部水机 然后才拔走上面的插酥 如果不是突然间拔插酥 它就会有问题 要的 要的 另外要留意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关掉电源 因为它里面自己有个档打 每6000升水就要换入里面的铝芯 如果不拔了插酥 它仍然会有电源 它在里面的档打 继续会用洗水机 因为洗水机用水量很大